过去十年 中国电动汽车一军突起 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举国体制推动下 中国在电动 电区 电控三大环节 建立起庞大的产业链集群 形成巨大的产业价格优势 使得电动汽车成为最接近 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 最有希望成为习近平期待的 民族复兴的新制生产力代表 面对中国电动汽车巨大产能和出口的冲击 欧美国家纷纷打出了反倾销的关税牌 并结合本国开发电动汽车的成败利弊 调整了各自的产业政策 给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出口布局 造成了巨大压力 中国以举国之力发展电动汽车行业 成败皆关乎中国未来几十年之命运 我们该如何评估中国这场攸关国运的 世纪豪赌呢 蔡先生您好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 许博士先生好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说到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问题呢 我记得特斯拉董事长和CEO马斯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中国可再生性能源发电和电动汽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无论你怎么看中国这都是事实 那我首先我就请蔡先生啊 您仅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电动汽车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这个电车行业啊 究竟占有怎样的领先地位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这是一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一个话题 实际上呢 不同的人呢 有不同的解读 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呢 我们要客观理性地来看待啊 中国现在电动汽车啊 在世界上的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或者是呢 它拥有相当大的产能 现在呢 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话 从现阶段来看 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制造业 它拥有低成本的这个优势 以及呢 先进的基数 而且呢 更重要的 中国还开始读到 电动汽车的这个供应链 让其他的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啊 看起来呢 现在要堆赶起来的话 肯定就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说中国汽车制造业的 不断的升级 以及产能啊 不断的扩大 所以说啊 中国电动汽车的这个价格啊 现在是越来越便宜 如果是西方的制造业啊 不加紧的 在这个电动汽车方面啊 有所作为的话 很有可能啊 会慢慢的淡出这个市场 当然呢 更重要的 中国现在在电池方面 它的优势啊 更为明显 这个电池啊 它是电动汽车一个最关键的 也是最昂贵的 这么一个部件 现在接近90%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的芯片呢 都是中国制造的 还有中国企业啊 它的供应链啊 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一些 新的这个稀有经收的走电啊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看到有 不少的这个送具 或者是统计啊 正在选持 中国现在啊 它的电池走电的成交的价格啊 跟北美或欧洲比起来啊 要便宜三分之一 所以说啊 它在价格上面 也拥有了更大的一个优势 第一点啊 这是不用服事的一个问题 那德国 日本 美国 我们知道呢 都是开发电动和油电混合动力的 这个汽车较早的国家 我们看到十年前呢 中国还跟在这些国家后面 一步一趋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 大约十年的这个时间里呢 中国电动汽车就能够 一军突起 就能够领先世界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它今天呢 我们看起来啊 一军突起 能够领先这个世界 我觉得更重要的 它是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 合资企业 在这个合资企业啊 中国学到了很多的 这样的关键技术 以及呢 一些管理能力 我们知道啊 过去燃油车的发动机啊 或者这个变速箱啊 它的精力都不复杂性呢 使得模仿起来的难度啊 非常大 弯度超车啊 要受到各种各样的 专利的限制 或者是约束 所以中国过去的这几年啊 这几十年 想发展的国产的燃油车 做过不少的努力 但是最终啊 是一丝无成 根本没有办法呢 来赶上 甚至呢 想模仿这个 活资车 但是电动汽车 就不一样了 电动汽车 它相比这个 传统的汽车啊 这个对发动机 电速箱 等等的 它这些 特别是动力总成啊 它的要求啊 没那么严格 而且呢 只需要电池 电机 电控 所谓的这个 三电的走火 所以在这个方面啊 中国它要掉头啊 实际上呢 掉得很早 在这方面呢 它也多了 很好的一些尝试 当然我认为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 有今天 特斯拉 是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因为我们知道 特斯拉是中国的 第一家 独资的 这个外商 汽车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而且当年啊 上海 或者是中国政府啊 为了让特斯拉 在上海落负 几乎呢 是无条件的 给你呢 特斯拉提供的帮助 首先 我们看到 跟特斯拉送钱 送钱送了多少呢 当时直接的贷款 35个亿 电视手运呢 完全是 无抵押的一种贷款 还有呢 相当于送币 送币呢 给特斯拉的当时啊 这么大一块地 86万平方米的地 中国政府当时啊 只给他不到 10个亿的人民币 就让他把这块地啊 拿下来了 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不是特斯拉的话 其他的企业 基本上啊 是不可能拿得到 这样的地位 而且中国政府 更重要的 当时呢 是给特斯拉呀 这个提供了更多的 这样的市场 让特斯拉呀 在这个中国啊 完善这个电动 汽车的产业链 因为我们知道 要制造这个整车啊 最重要的是 产业链的支撑 还有产业链的完善 还有啊 产业链的退活 在这方面呢 我认为呢 中国政府呢 它在当初啊 它是看得很久 就像当年啊 允许苹果 这样的一个 大的跨国公司 在中国啊 做制造业一样 重要的呢 就是把苹果的 整个产业链 引进到了中国 我们看到啊 苹果你看看 在进入中国之前啊 中国自身呢 也有一些所谓的 自主的 那样的一些 手机品牌 当然呢 像波导啊 下新啊 但是呢 根本呢 就没有办法 跟跨国公司的 那样的手机品牌呢 竞争 基本上啊 那个时候 连抄袭都不会 但是苹果不一样 苹果进到中国之后 它把所有的产业链 包括呢 这些供应商啊 都寄居在 这个中国的 这个境内 所以使得啊 后来中国的手机行业 一群投起 现在啊 基本上可以 跟国际上 所有的大牌 能够一起打内台了 我相信呢 中国政府当初 引进特斯拉 也是想复制啊 苹果的神话 而且呢 特斯拉当年承诺 零部件呢 国产化 就像呢 苹果的产业链呢 在中国 落地深圳 是一样的 使得了中国的 电动车企业 普遍的收益 而且啊 中国政府啊 过去 一直想搞 这个电动车 投了很多钱 但是啊 最终的也是 一事无成 没有取得 更好的 这样的 战绩 但是特斯拉 进到中国之后 带动了整个 电动汽车产业链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看到啊 也成长了很多 中国自己的 自主品牌的 一大批的这个企业 特斯拉呢 更多的 电动车的发展 就是中国采取 让利的方式 让给了市场 但是呢 它最终呢 它让中国本身的 自己这个 电动车的企业 得到了迅速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是一个 不真的一个事实 电动汽车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 有今天 特斯拉我觉得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看起来啊 现在看起来 特斯拉 已经离不开 中国市场 而中国的汽车产业链 同样也离不开 特斯拉 一般说来呢 这个汽车产业 如果要称雄世界的话 它就必须要有品牌啊 性能可靠啊 价格优势 等等几个因素 那么中国电动汽车 中国的电动车企 它主要是靠什么 才能打遍世界 无敌手的呢 蔡先生 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啊 虽然呢 我刚讲啊 它有规模优势 但是呢 它的品牌的识别度啊 并不高 它的性能和品质呢 当然呢 也没有太多的优势 我认为呀 它能够打败世界无敌手啊 主要是靠着价格优势 因为价格优势呢 是西方汽车企业啊 现在普遍确实的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还有哎 现在我们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 都找不到像中国那样啊 拥有如此之多的 廉价劳动力的 这样的一些国家 吃苦赖劳 任劳任怨 这是这样的一大批的 优秀的 廉价的这个劳动力啊 支撑起了中国电动汽车 打遍世界无敌手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啊 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现在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 它只要是能继续的 保持这种 第一年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 西方汽车行业啊 包括现在啊 即使提高一些关税 我觉得啊 它还是呢 会能够在国际市场 拥有一定的 这样的销售的优势 或者是呢 它能够取得了 更多的这样的市场 这个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那么蔡先生 您刚才提到呢 就说中国电动汽车 现在呢 它基本上 没有什么品牌优势 也没有什么性能可靠 这方面的优势 它主要是靠价格 但是有一个响亮的品牌 叫比亚迪 那个比亚迪 现在呢 在世界上叫得很响 这算不算是一个品牌呢 蔡先生 比亚迪啊 或吉利 我觉得呢 现在呢 在国际上呢 都还是呢 它在品牌上面呢 做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 尤其是比亚迪呢 它是把整个全产业链 它完全的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你像特斯拉吧 它还是呢 靠更多的一些供应链 或者是呢 零售商啊 来给它供应各种各样的部件 但是比亚迪不一样 比亚迪呢 它的汽车组成 包括很多的零部件的开发 它都是呢 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的 所以说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比亚迪呢 它是在价格上啊 它是拥有很大的优势的 因为这些零部件企业都 控制在它自己的手上 所以说呢 它成本呢 也能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从目前来看 比亚迪呢 它的品牌有一定的辨识度 但是啊 我们要看到 汽车品牌 它不是单纯的 一个名号的问题 它还要有个强大的销售网络 更重要的 它要有完善的售户服务 这一点呢 我相信呢 比亚迪现在是最缺乏的 而且呢 你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 庞大的销售网络 或者是完善的这样的 售户服务体系的话 那还有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也不能判断 又由此判断了 比亚迪呢 就已经呢 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瑞士银行发表的一个分析报告指出 说中国生产的这个大众 R&D系列的这个车型啊 被经销商直接平行出口到欧洲 即便加上运费和关税 也比欧洲当地生产的大众R&D 这个价格低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欧洲本土品牌的其他同款车型的生产成本 也大概都是如此 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 中国这个电动车的价格优势的秘密 在哪里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刚才在上面的话题里面呢 已经讲到主要是在成本控制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它的价格的优势啊 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 主要是因为呢 中国有一大批啊 任劳任怨的这样的汽车产业工人 我们看到你像去年吧 美国的汽车工人 是长期时间的这样的划工 最后啊 在美国的几大汽车公司啊 没有办法 只好啊 同意涨心 尤其是福特 福特把这个汽车工人的 它的基础的工资啊 涨到了每小时啊 28美元 流水线的工人啊 在这个最高的时期呢 已经涨到42.6美元 这样的一个水平 因为折祸人民币啊 那就是每小时310块钱 这个工人啊 如果是呢 每周只是呢 正常的上班 它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相当于人民币啊 12400块钱 这是每周的这个工资啊 而在中国我们知道 中国的汽车工人的工资啊 还不到25块钱的人民币 有些甚至啊 只有20块钱每小时 特斯拉呢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稍微的还算好一点 但是呢 也不够呢 七八千块钱的基本工资 如果加上奖金啊 津贴啊 还有这个加班费啊 等等的 它这个美国的这个收入啊 也就是呢 1万块钱人民币的上下 这跟美国比起来的话 你想想 美国一周工人的工资 汽车工人的工资 就远远的超过 中国啊 这个汽车工人啊 一个月的工资 这样的一个价格优势 它当然呢 就会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 这是目前呢 我们看到呢 中国国产的 包括合资企业厂的 很多的这些汽车 包括燃油车 它能够出口到欧洲市场 以低价能够销售 能够占领市场 这是一个呢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秘密 主要是呢 人的成本的优势 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 蔡先生 您刚才提这个人工成本 中国是太便宜了 西方国家没法竞争 西方国家呢 还指控说中国政府 采取大格大量的政府补贴 那么这个政府补贴 会不会对中国电动车 成本低廉成本优势 产生一定的作用呢 中国的政府啊 对电动车的补贴 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啊 初期的发展阶段 到目前呢 实际上呢 这种补贴能慢慢的在压缩 因为中国本身的 财政现在啊 也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 一个状态 尤其是呢 现在的很多的出口退税啊 都不能及时的到位 我相信呢 现在中国政府啊 对电动车行业 要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补贴 这种情况呢 现在已经的不太现实了 所以说呢 还是靠压缩的 人力资源成本 好 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 这个秘密 那么美国政府呢 就以政府补贴啊 产能过剩等为理由 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100%的关税 我们看到欧盟啊 加拿大呀 也以政府补贴和 倾销的理由 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 加征关税 甚至连土耳其 都加征了40%的关税 但是中国声称 美国和欧洲 你们都在对本国电动车 电动汽车 进行不同程度的补贴 坚称价格优势的背后呢 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的 这个完整性 集约的这个力量 那么蔡先生 您怎么看中国政府 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 以及外国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政府的 这种指控 我觉得呢 中国政府的补贴的问题啊 当然呢 它是多方面的 也是一个全方位的 我刚才讲了 尤其是在早期 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中国政府对于电动汽车行业的补贴 那是呢 力度相当之大的 当然现在呢 这个力度瘦小了 瘦小了是因为呢 它已经呢 慢慢的在玻璃啊 一个春秋战国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慢慢的在走向 一个集中的一个时代 早期的补贴 实际上呢 是多方面的 我们看到啊 实际上呢 就是现在美国也好 这个欧盟也好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 最近都已经宣布提高了关税 主要的还是因为呢 说中国的这个补贴问题 或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或者是市场的侵入的问题 当然中国政府早期 它在哪些方面呢 做了补贴呢 我们呢可以呢 收取一下 一个呢 它在消费者上面 做了补贴 还有一个呢 给制造商啊 有些补贴 还有一个呢 最重要的 它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 它给予了补贴 消费者的补贴 持续十多年的 新年元汽车的 这个购置费的补贴证则 它是最高的时候 对这个购买电动汽车的 这个补贴啊 优惠的幅度 最高的时候 到过六万块钱的人民币 这个计划呢 在2022年的时候 终止的 许多地方政府后来呢 还继续的 再给这个电动汽车 发送这个补贴 这个密度呢 当然没有早先那么大了 现在呢 还有一万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补贴 当然在这个 汽车制造商的 这个补贴上面的话 这个密度啊 早期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说正是有政府的补贴 才会导致中国一下子 冒出了五百多样 这个电动汽车的 这个制造商 推动了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出现了爆炸式的 这样的一个增长 但是后来呢 我们看到整合 也在加大 比如最近我们看到 像恒大地产的 他的旗下 他也有一个恒大的汽车 专门来生产新的样的 当时呢 政府呢 给他的补贴 也是呢 高达几十亿 那最近因为他没有造一辆车出来 所以政府呢 在轻散的时候啊 要让他退 要退十九亿的这样的补贴 当然这种补贴呢 只是呢 边山一角 还有很多 五星的补贴啊 它是没有体现在 这个政府啊 财政的补贴的 这个账面上的 可能呢 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进行的一些补贴 比方说啊 你科技研发的补贴 或者是呢 创新 这个投入的补贴 这种补贴呢 是在方方面面 都体现了很多的 还有一个呢 在基础设施 充电桩 充电桩啊 我们看到在西方 基本上呢 都是企业在做的 没有政府在这方面 有太大的作为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啊 是政府的 全力的在推动 充电桩的建设 你去看看 现在在中国 到处都可以建造 充电桩 而且充电桩啊 已经遍布到全国 几乎所有的 美的一个角落 而且呢 现在呀 大有超过 这个加油站的 这个趋势 现在的充电桩啊 我看到一个数字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接近900万个 900万个充电桩了 而且呢 中国还在各个地方 在开设这个 换电池的这样的 这样的 所谓的加油站 就是呢 把这个电池啊 都已经换好了 你的电池如果是不行了 跑不动了 你直接到这个 换电池的地方 直接换上电池啊 你就立马就走 这样的一种能力 或者这样的一种速度 也只有中国 举国之力 才能做得出来 西方啊 它完全是靠市场 靠市场来主导 所以说呢 在初期 推动这个电动车的 发展方面 它是远远的 赶不上中国的 或者是呢 没有办法 跟中国来比的 我们看到啊 像美国去年啊 也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 也有一些政府的拨款 或者政府的一些补贴 但是啊 这个力度 你没有中国早期那么大 而且呢 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 实在是太高 那点补贴啊 很有可能 那都只是用于啊 提高这个 人力资源成本 或者是减缓呢 人力资源成本的 这样的一种补贴 尤其是呢 我们看到呢 这种补贴 中国这种补贴啊 现在呢 还在延续 我看到中国财政部 他宣布 今年年汽车的 购置税的减免的政策 会延长到 2027年 而且呢 这样如果是延长下去 按照现在 中国的现在的 汽车的这样的一个 产销量的话 仅仅是从今年 到2027年 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汽车购置税啊 减少的这个规模 就会高达5200亿 所以说啊 这个 这样的慷慨 这样的力度 这样的补贴力度 西方汽车制造商啊 那真是没有办法 能够享受到的 纽约时报 最近就发表一篇报道说啊 产业政策布局 中国是遥遥领先 以新能源汽车的 最核心部件 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呢 目前全球装机量 前十名的这个企业当中 中国就独占了六席 由此 也使中国在电动 电区 电控 三大环节 建立起庞大的 产业链集群 那么电动车 一军突起 中国政府的 产业政策布局 功不可没 蔡先生 您如何看 纽约时报的这段评论呢 纽约时报的 这篇评论啊 我觉得呢 还是比较客观的 他看到了呢 中国政府 在这个电动汽车的产业布局方面的 它的前瞻性 而且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已经呢 取得了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战果 实际上啊 早在2001年 你想想 这是20多年前 中国政府当时在 执定这个高水准的 这个经济战略啊 五年规划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将电动汽车基础啊 作为重点的科研项目 20107年的时候 中国当时的电动汽车的 一个倡导者 也是呢 曾经担任过德国奥迪公司啊 这个工程师的万刚 当时被破例的 任命为中国的科技部的部长 万刚啊 担任这个科技部部长之后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这个产业啊 研发起了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推动作用 当西方的国家啊 都在喊这个 全球气候变难 还有一个呢 都在喊这个 盘排放啊 要减少的 这样的一个时候 中国政府当时就 不声不响的 开始在 五天 或者是支持 电动汽车的研发 按照西方市场化的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那当然呢 没有办法跟中国比 你中国 你要讲的话 它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而且呢 它是在研发的初期啊 完全都是政府在投入 而且呢 它在这个人才储处理方面 当时已经从这个 活资企业的 这样的一些 特别优秀的人才中 它已经把它呢 提拔到政府的 重要的岗位 所以说 这个方面呢 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说到呢 中国的完整的 这个电动汽车的产业链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也是呢 不用复视的 已经呢 在全国啊 不少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 电动汽车的产业链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能够呢 打造有整车怠动 这个企业 配套 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样的产业链 比如我打个比方 你像安徽的活肥 活肥市啊 活肥市呢 现在已经呢 它的这个新年元企业 这些产业量的这个部局啊 它实际上呢 是包括了 国有企业 民运企业 还有一部分外资 包括德国汽车制造 奔驰 它现在呢 都把它的电动汽车的 这个基地 已经呢 放在了安徽 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中国实际上呢 就类似的 就像安徽 活肥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有六个大的 整车 这样的产业基地 而且呢 继续到了上千亿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规模 很多的企业啊 都把这个 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汽车产业基地 放在了活肥 这样的一个地方 再看呢 我们看 这个电池 是不是啊 电动车主要是电池 电池呢 我们看到在江苏的长州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电池基地 长州市的政府啊 它的公开的信息 就显示 如果说把电动汽车的电池啊 这个产业链 分解为32个 主要的环节的话 长州现在 已经寄居了 31个重要的这样的 一个产业基地 在这个地方 它的产业链的完整度啊 已经呢 接近了97% 这样的一个规模 而且长州现在呢 在全国各地 基本上啊 包括在世界上 它都是处于一个 相当领先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 纽约时报的 这个评论呢 包括它这篇文章报道啊 实际上是看到了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 产业布局 已经下走了功夫 我们看到2014年前后呢 中国出现了电动汽车 开发狂热 截至2018年 企业数量最高时 刚才蔡先生介绍过 简要介绍过一些这种情况 到2018年 企业数量最高时候 超过有400家 但2019年之后 绝大部分 这个 呃 就绝大部分 这个电车呢 就陷入了倒闭 或者经营的 这个危机之中 目前呢 仍有产销量的车企 可能只剩下 10家左右了 那么请教蔡先生 您怎么看 中国电动汽车的 这种狂热 开发的热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如此狂热的竞争 政府主导 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呢 2014年前后啊 中国的电动车呢 出现一个 开发的狂热过程 这个过程呢 我现在 开始的时候啊 实际上也讲了 跟特斯拉进入中国啊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特斯拉进入中国之后啊 它有完整的产业链 而且这些产业链呢 形成之后 它就不仅仅只是 单程的给特斯拉呀 供应这个零部件 它还会呢 为其他的 这样的造车企业 供应零部件 所以说呢 这些造车的新事业啊 新事业 它看到啊 那个制造这个 电动车企业的门槛啊 原来并不是那么高 而且呢 有完整的这个 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厂商 就在身边 所以说一下子啊 就冒出了很多 最高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到了500多家 不仅仅是400多家 当然 现在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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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热啊 过后 那终究呢 这个市场啊 它还 还是要冷静下来的 因为 毕竟现在市场啊 它能不能承受 这么大的一个产能 或者是呢 这个 一窝蜂的上了之后 会出现很多的 一些后遗症 一些后遗症呢 比方说 产品的底量啊 比方说呢 你本身的这个市场销售啊 是不是都跟不上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呢 能够再延续下去 就比方我刚才讲到的 恒大汽车 本身呢 要讲啊 恒大汽车当年啊 介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它是财大汽车 号称呢 一下子就投资几百个亿 来打造啊 一个恒大的新能源汽车 但是我们看到 你看看 等它还没有造出来 一辆车都没有出来的时候 它连它自己总部 都已经关门了 所以说呢 就没有办法呢 维持下去 还有一个呢 我们知道 这个政府的补贴啊 或者是政府 早期的这个扶持啊 它并不是啊 一个邻丹妙药 它最终啊 还是要靠市场 还是要靠口碑 还是要靠它自身的 这个品牌优势 过去这些年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呢 它一直处于一个呢 这个春秋战国的 这样的一个纷争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各种各样的资金 都进入到这个行业 还有各样的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啊 都介入到这个行业 但真正的 谁能够笑到最后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我觉得呢 对于现有的 剩下的这个 十家的这个所谓的 新能源汽车来说 也还会呢 有一个洗牌的过程 最终啊 我觉得能够形成品牌效应的 这样的 不会超过五家 因为呢 你国际上也好 是不是啊 你真正的要讲啊 大的这个 有品牌的这个汽车啊 这个汽车企业啊 它不会太多的 所以呢 下一步呢 还会有一个残酷的 这样的汽车 电动汽车 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的 在那个时候的话 政府在这个上面 发挥的作用啊 就会比较有限 就不可能呢 再像周期那样 能够主导市场 好的 那么电动汽车狂热 就造成了一个后果之一呢 就是产能过剩 我们看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最近访问北京的时候 就警告中国领导人 包括电动汽车 在内的中国新三样 产能严重过剩 国内消化不了 就必然要向境外倾销 但中国官员反唇相机 说美国你在国力兴盛的时候 企业竞争力强大的时候 就大力倡导自由贸易 当竞争不过的时候 你就祭出了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警告说啊 贸易保护就是保护落后 保护高价格 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 您怎么看美中 在电动汽车问题上的 这个唇枪舌箭呢 中国跟美国现在 在这个电动汽车产能过剩上面 所谓的新三样上面 实际上都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 而且彼此之间都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 指控中国的产能过剩 还有一个在国际市场 这样的大肆的勋销 但是中国它是不承认的 尽管呢我们看到美国 上周月它已经宣布了 对中国电动产的那个汽车 实行很高的惩罚性的关税 百分之百的关税 当然呢现在中国导致认为 它认为呢就是 美国本身这个市场啊 并没有看到太多的 这样的中国的汽车 所以说呢 它是不认为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在美国的市场 已经有这种 群销的这种趋势出现的 当然呢 反反复复的 现在在炒作 这个产能过剩 也是各个国家呀 它根据自身的 这个汽车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尤其是美国 现在呀 自身的电动汽车的产量啊 实际上是有限的 尤其是呢 它的成本 一直还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 它只能呢 通过这样的一种呢 产能过剩的方式 来组结中国 电动汽车的 这个出口 尤其是我们看到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 去年以来 对这个国际市场 冲击非常之大 当然呢 美国呢 因为呢 电动汽车呢 本身呢 现在中国的品牌啊 没有大距离进入 所以说这个市场呢 相对来说 现在还是有安全 但是欧洲的市场啊 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 中国电动汽车 这样的威胁 据说现在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在欧洲的市场啊 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一 所以说呢 按照这样的一个熟度 如果欧洲啊 都把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的 总结在这个欧洲市场之外的话 我觉得下一步啊 很快啊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在欧洲就会占领半逼江山 这样的话 对欧洲传统的汽车制造体验来说啊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这次耶稣呢 到中国去专门谈到了 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当然它不仅仅的 只是针对这个新三样 实际上啊 中国现在啊 产能过剩的问题呢 还涉及到其他的 日常民用的这些领域 这个领域啊 实际上呢 存在的问题啊 实际上更为严重 我们看到啊 这些领域现在通过化金电商 通过更多的一些方式 能够进入到西方市场 只是西方现在啊 还没有意识到这些 日常民用的商品 对美国市场 或者对西方市场 造成的冲击或伤害 一旦呢 发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他也会呢 对这个跨境电商啊 采取一些新的过副 或者是呢 提高更多的 这样的进入门口 这是一个呢 可能呢 我们看起来啊 不太远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好的 尽管呢 我们看到 对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中国一个说法 西方 美国 欧洲 又是另一个说法 但是呢 其实中国媒体 对于中国电动汽车 产能过剩这个问题 也不讳言 这个我们看到 有些中国媒体 就公开承认 说中国国家当初呢 以举国之力 布局电动汽车行业 目标 就是国际市场 换句话说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产业 产能 是以全球消费市场 来进行配置的 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所以目前 中国电动汽车出口 我们看到 刚才蔡先生讲到 在欧美市场严重预挫 在美国几乎没有 欧洲市场严重预挫 未来呢 只剩下俄罗斯 东南亚 南美洲 还有非洲 这种汽车出口市场 是否足够大 是否能够容得下 中国的巨大产能呢 蔡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昨天呢 我正好看到啊 这个中国的总理啊 李强在这个大年举办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的一个夏季论坛上面 他在这个致词的时候 他特别的提到了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问题 他是怎么表述的呢 他说中国生产的先进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或光复产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 这个所提到的新三样 他说实际上啊 是丰富了国际市场的重力 减缓了世界通胀的压力 为这个全球应对啊 气候变化 做出了极其的贡献 李强之所以这样讲 他是抓住了西方国家的这样一个软肋 什么软肋呢 因为本身这几样东西 都是过去这些年啊 你西方国家在积极倡导 因为你 因为这个全球气候变化 是不是这样 你要用这个新能源 你要减少弹排放 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呢 他早就做了布局 而西方国家呢 你在喊这些口号的时候 你又没有先行一步 没有在产业上进行布局 所以说呢 为什么纽约时报讲到 中国政府在这个产业布局方面呢 它是具有前瞻性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中国是先走了一步 你现在西方国家 你现在只在中国 那你当初你为什么呢 不在这个产业布局上面 你下功夫呢 是不是 你光喊口号 你没有行动 而中国呢 它是举国之力 它没有喊口号 因为呢 那个事情呢 那些喊的那些口号 对中国来说啊 它并不关心 它并不关心的这个气候 也不关心环境 但是呢 它关心的是怎么样 从西方人的这种眼光中 他们怎么样呢 从西方人的口袋里 把钱呢 赚回到中国去 所以说啊 它这个布局就顾得很早 当然现在呢 如果这次提高关税之后 欧盟呢 我们也看到 它也提高了关税 这个关税呢 当然没有美国那么高 但是呢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出口啊 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我们看到啊 这个2023年 2023年 也就是去年 中国啊 全国的 它的汽车产销量啊 去年是双双的出货了 3000万辆 汽车出口啊 去年更是超过了日本 所以说成为了世界第一 这也是引起西方国家的 高度警觉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新能源的电动汽车 去年的表现呢 更加的量力 产销量啊 去年是双双的 突破了900万辆 市场的渗透量 超过了30%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呢 让西方国家 肯定非常之紧张 在今年呢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尤其是像 刚才您提到过的 比亚迪这个汽车 所以说呢 它已经呢 在历史上 它已经首次挤进了 世界十大汽车 这样的一个规模当中 这一点呢 让西方的汽车制造企业 或者是呢 西方的这些汽车零售上 都已经呢 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感受到 实实在在的 这样的一种威胁 但是呢 如果是呢 西方联手 提高关税之后 就像马斯克讲的 只有通过贸易 壁垒 才能呢 控制现在 中国汽车的 这样的一种 销售的势头 下一步 如果是欧美 也提高关税之后 那对中国的 汽车出口啊 肯定会造成 很大的一个影响 或冲击 但是中国 最大的产能 又没有办法 找到更好的 这样的销售地 你一些欠发达的国家 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 你包括我们讲到的 像俄罗斯啊 巴西啊 墨西哥啊 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 包括中亚的一些国家 实际上啊 它都不足以 能够承接中国 这个汽车 最大的产能 还有一个 我们要看到 现在啊 是燃油车的价格 因为之所以呢 是因为燃油价格 比较高 所以说呢 就接到燃油车的销售 如果是燃油啊 一旦价格往下降的话 我觉得燃油车 它还是呢 有巨大的潜能 或者是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而燃油车 低单的这个市场啊 基本上都是 中国跟韩国在主导的 包括现在印度的 新的造车实力 现在也起得很快 而且印度的燃油车啊 最低的价格 我估计啊 已经到了不到一万美元 这样的一个水 所以说跟中国啊 也是有得一拼的 所以呢 这个蔚来这个市场啊 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中国的出口啊 肯定会受到 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呢 就显示 说中国五月份 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跌到了十万辆以下 比去年同期就下滑了 百分之九 蔡先生 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 您觉得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 你今年 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实际上是去年 才进入到国际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 大家广方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看看 今年整个上半年 无论是西方的国家 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都已经纷纷的 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啊 那基本上亮起了红灯 那就是呢 中国的汽车出口啊 已经明显的感受到 巨大的这样的市场的压力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看看五月份的这个数字啊 就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出口可能会越来越难 新三样 想拉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可能呢 也越来越难 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存在的 而且呢 用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导致中国的汽车产能 出现了巨大的 这样的一个过深的情况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 出口通道被堵 中国官员和官媒呢 安抚国内说不要慌 不要慌啊 国内市场足够大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 关起门来 你要搞内循环的话 就只能靠降价 以价格换市场占有率 来搏内循环的这个生存空间 最近我们看到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叫李舒福 他就警告 说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结果必然就是偷工减料 造假 售假 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 国内电动汽车 频繁发生的这个 安全事故问题 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自燃 看到这个 有些自媒体发布的报道 几乎说每日都有燃烧 叫每日一燃 那我来请教蔡先生 许多业内人士都把这个安全 视为中国电动车的一个 最大隐患 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当然电动汽车在现阶段 出现质量问题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本身这个行业呢 过去就没有严格的质量标准 不同的生产企业呢 它为了压低成本 偷工减料 这是一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更重要的是 国内的这个电动汽车市场啊 是处于一个白热化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大家都是为了在抢占市场 所以说呢 在这个质量上面 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保重 当然呢 我们现在看到自媒体上面呢 常常有这个汽车燃啊 那个汽车燃啊 是不是 但是呢 我觉得呢 不应该也不可能呢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话 那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扶持 这个电动汽车的质量呢 应该呢 下一步呢 是属于呢 重点要监管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 更重要的呢 是这个现在啊 这个在生产的过程中啊 并没有在质量上 上太多的温室 都是为了节省成本 更重要的呢 在技术上面呢 可能还有很多 不过关的地方 因为这个电池啊 有些呢 是为了呢 这个压缩成本之后啊 可能呢 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啊 并没有那么到位 也没有那么及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啊 电动汽车出问题啊 这个是难免的 也是一个 可能呢 在进阶段 可能没办法避免的 一个问题 但是最终 我觉得呢 还是会 在这个 这个自然的问题上啊 我觉得还是会 采取一些办法的 你像现在特斯拉 据说呢 我看自媒体上面 包括特斯拉 也有自然的 究竟这个自然的原因 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我觉得呢 还是要对 针对美一起自然呢 要有更多的一些分析 然后呢 在这个汽车 这个质量方面呢 再去改进 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为一窝蜂的上来 上来啊 肯定会留下 很多的隐患 这也会实际呢 让更多的 这个买车主啊 在这个买车的过程中 他都会啊 要三四二受计 但是呢 我了解到情况 现在中国国内啊 购买电动车啊 就成为一个趋势了 就不像在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现在啊 购买电动车 并没有形成一个趋势 因为中国啊 第一个燃油 实在是价格太高 更重要的呢 这个他电动车的价格 又便宜 他不能开弹时间呢 他即使把它报废了 或者重新再换一辆 对于现在油气时期 跑出租的 或者是呢 跑运输的来说 他都觉得呢 还是很活散的 这样的 他这个账啊散得过来 所以说呢 在这方面呢 应该看到呢 极有利的一面 也有弊的一面 至于李舒福啊 他这次的 对这个抨击电动汽车方面的 这个偷工减料的这个问题 业内人士啊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我也跟国内的 有关的业内人士 包括汽车行业的 包括呢 这个 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的 一些专家 我也有过去交流 有过去沟通 有的人呢 认为呢 李舒福的这番讲话 是指出了中国现在 电动汽车方面 存在的一些 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 关键的核心问题 但是也有人认为 李舒福啊 连颇老野 70多岁的人啊 他不了解啊 新能源汽车 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呢 他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他还在用 燃油车的这个眼光 在看待啊 新能源汽车 他不知道啊 新能源汽车啊 现在技术 每一年啊 都在革新换代 而且呢 每一年呢 都有新的突破 所以说呢 他认为他还是在 有老眼光 在看待新问题 当然呢 我觉得李舒福这个问题呢 他这番讲话 对现在的燃油汽车啊 新能源汽车 这些厂商们来说呢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警醒 以李舒福 现在在中国汽车产业的 这样的王者的地位的话 我觉得呢 他的这番话 对汽车行业来说啊 也算是敲的一技紧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看到欧洲2035年呢 禁售燃油车这个计划 已经搁浅了 已经成为空谈了 不可能 奔驰也取消了2030年以前 在主要市场全面转为电动汽车销售的 这样一个计划 再加上我们看到美国也是这样 2035年原来民主党也有这样一个 民主党政府也有这样一个计划 就是说要用电动汽车取代燃油动力汽车 现在看起来也搁置了 那么苹果放弃了 Apple Car这样一个项目 苹果汽车 将重心转向生成式的这个叫AI 而日本呢 一直人家就在弃而不舍的研制 开发这个电力燃油 电力和燃油双动力的这样一个汽车 那么中国就有舆论认为 说欧美西方啊 这是玩不起了 玩不起中国 跟中国拼不起了 所以呢 转向了 不过也有舆论我们看到认为呢 欧美纷纷放弃电动汽车之后 中国电动车产业将成为自娱自乐 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呢 今天的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之所以能够一军投起来 跟西方的产业政策啊 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中国政府 他已经看到西方啊 不停地在喊啊 什么时候要停止燃油车的生产 什么时候要停止燃油车的销售 因为西方把这些政策啊 他都是写在纸面上的 而中国呢 针对这些政策 实际上是及时地又做出了调整 而且呢 做好了产业布局 当然了 现在如果是西方真的 面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汽车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 现在还不成熟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自身的电动汽车啊 还没有发展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调整这个产业政策 我觉得呢 给现有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啊 能够有一个缓息的 缓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毕竟啊 现在的这个电动汽车啊 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新能源的产业 你这个电能呢 你转化为电能 它也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比方中国的这个电能 很多的都是通过燃煤 燃烧煤 那演变过来的 是不是 它对这个气候啊 实际上威胁更大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你西方国家 你不能呢 自己呢 把自己的 已经拥有的产业的优势啊 你把它砍掉 所以说呢 过去的燃油车的产业优势啊 主要的集中在西方 你现在的话 如果是你继续的 让燃油车在节能方面 做得更好 在混动方面 做好更多的技术更新 我觉得呢 并不一定的 比电动汽车啊 要差很多 很大的可能啊 还能够取代 或者是呢 能够把电动汽车啊 能够拒之在市场的这个门外 当然更重要的呢 现在要取代这个电动汽车啊 就还要有新的技术 也要有新的产品出现 我觉得呢 毕竟到现在 电动汽车啊 它没有什么技术门槛 西方如果今后啊 还要面对这个电池的污染问题 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因为现在电动汽车啊 主要的是靠这个电池 而且成本最高的 也是电池 而电池以后啊 它对这个环境的污染问题啊 西方国家可能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中国更没有意识到 如果是今后要 解决这个电池污染的问题啊 可能呢 每一个国家都会付出的代价 比现在用燃油车啊 那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啊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美国 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石油开采 包括油气的开采 能够全面的鼓励起来 把这个油价大幅度降低 你至少降到五年前 那如果是在五年前的话 你想想电动汽车在美国 根本没有太多的市场呢 我实际上 这两年呢 我到了德州 到了佛罗里达这些地方 看了一下 那些地方的燃油价格并不高 所以说啊 在那些地方 实际上的电动车啊 非常之少 但是呢 你在另外的一些州 你包括在华盛顿州啊 加州啊 纽约州 电动汽车就非常多 因为呢 电汐州 燃油价格啊 加得太高 尤其是像华盛顿州 这样的地方 它在这个 正常的这个价格之外 又加了一个所谓的 绿色的能源的这个税收 所以说啊 导致这个价格啊 越来越高 所以呢 也导致很多人呢 就不断不断去转而 去买这个电动汽车 所以说这是 政府在这个产业政策上面呢 是必须呢 要省之忧识 不要因为呢 好像呢 这个鼓励这个 所谓的新能源汽车这样 而把自己 已经过去拥有 传统优势的 这样的汽车产业 彻底的摧毁 这是呢 极其不和善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市场调查 就发布一份报告说 在很多方面 购买电动汽车 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这让很多美国人望而却步 因为他们不想 要电动汽车的麻烦 刚才蔡先生 以充电桩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说明了 这个在美国 你要是发展电动汽车的话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那么中国电动汽车呢 是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这样说啊 是最接近领先世界 先进水平的一个产物 并且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就最有希望成为 习近平期待的 那个民族复兴的一个 新制生产力的代表 因为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那么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开始 我们就看到 日本燃油动力汽车 领先世纪几乎半个世纪 到现在为止 让一个岛国 就一跃而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如今 以中国电动汽车之布局 成败 有很多分析人士说 这个成败呢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都关乎中国的这个命运 那么蔡先生 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您如何评估 中国这场关乎国运的 有人叫世纪豪赌呢 我认为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现在撑不起 中国的半滴江山 这种豪赌啊 我觉得也不能改变 中国的所谓的国运 很多汽车行业的专家 都认为啊 因为低年的价格呢 可能暂时的可以取得 这样的所谓的市场的优势 但是我们不能复视一点 西方汽车制造业啊 它经历了上百年的 这样的沉淀 这样的发展 它有坚实的基础 有很好的这样的品牌定位 有很完善的这样的销售网络 以及呢 非常令人满意的 这样的售后服务 这恐怕呢 是中国汽车 电动汽车的这样的一个硬伤 也是未来啊 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啊 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当然更重要的 西方啊 会及时的调整 它的产业政策 也会出台啊 很多针对中国的 电动汽车出口的 一些贸易政策 也会呢 尽快的调整 自己的这样的发展战略 不会轻易的 把这个市场啊 让给中国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当所有的发达国家 乃至在发展中国家 都把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当作一个威胁的时候 中国的电动汽车啊 那就只能自己 关在自家的门里面 自娱自落 不可能呢 能够这个 给中国的所谓的国运啊 带来任何的软机 而很有可能 成为一个呢 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又是一个新的难尾工程 当然呢 中国这种啊 完全由政府来主导的 这样的项目 从期我们看到举国之力 它当然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但是啊 我讲的最终 必须要靠市场说话 而这个市场啊 它是呢 靠这个政府的主导啊 它是撑不起来 而且是没有办法 继续地撑下去的 我刚才前面也讲到 你比方财政补贴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财政呢 越来越困难 你现在要补贴 也是越来越难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电动汽车也好 新三样也好 根本没有办法 给中国带来国运的改变 也不可能的 像日本当年那样 靠一个汽车啊 这个出口 能够使之成为啊 这个所谓的 这个经济大国 不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啊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取决于当年啊 让它加入了世界贸易走织 而加入世界贸易走织之后 西方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 完全地对中国 敞开了市场的大门 而现在呀 几十年过去之后 西方国家发现 中国这个出口啊 靠西方国家敞开大门之后 而中国自己呢 却把这个门啊 还关得死死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西方它是有点后知后觉 但是它一旦呢 发现问题非常严重之后 它也会有很多的 补救的措施 也就是看到啊 今天的中国在疫情之后 它的出口会已经遭遇到 民选的这样的压力 或者是的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认为呢 中国未来的电动汽车啊 不可能给这个国家 带来国运的改变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的 蔡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点评 和深刻的分析 谢谢蔡先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